N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國家盃的A隊 那我們是台灣A隊 對上波斯尼亞隊伍 那這場比賽算是蠻經典的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盃 台灣總共爆了5隊 我們從A到E都有隊伍 那這次的比賽呢 算是要去打賽制的 贏了才可以進主賽事 如果輸掉了就只能去 去白銀杯吧 那個什麼銀聯賽 我其實不太知道落敗之後是去哪裡 那這次國家盃是採用團戰模式 大家都是找好隊友 然後去打這個國家盃的賽事 台灣這邊選出了 強力的玩家們組成了一個隊伍 那台灣A隊 待會我們兩支影片都會介紹到 那我先在此聲明一下 這場比賽是我沒有看過的情況下在播報的 所以如果有播報不好的地方 還請多多見諒 那這場比賽呢 是由天空熊Solakuma 幫我找到的這些賽事資料 也很感謝他 如果想要支持一下天空熊Solakuma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去點他的實況 那他最近也是很努力 在準備這些賽事 那Solakuma也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天空熊Solakuma 也像我跟天空熊跟Chip 我們有一起吃過飯 最近他已經搬離台中了 就沒有在機會跟他一起吃的飯 很想念他的 這是題外話 好 那我們就先來稍微講一下 我們台灣隊選擇的文明 那台灣隊這邊是紅色 我們先從紅色開始看 天空熊這邊選擇的是馬來人 那馬來人的特色 大象很便宜 那比較可以打這個強弩大象 還有這個爪刀 那再來就是馬來人不用黃金 就可以生產雙手劍兵 其實到了後期也是可以用的 那馬來團戰的話 我不太確定有什麼特殊打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天空熊要怎麼秀吧 下來我們看一下黃色 黃色的話是這位條盾人 那條盾人 喔 條盾人是這個P R Y D Z 他也是高手 那目前我們看到台灣A隊友 都是在Twitch上比較有名 大部分他們都沒有在Youtuber做自己的頻道 那但是我本身也是從Twitch過來Youtuber的 所以對這些人稍微會有點印象 那我比較熟的是雲打跟小恐龍 還有這個克勞德 還有小夜夜 那其他人的話我可能就不太熟了 那目前的話 黃色選擇的是條盾 條盾的話種田很便宜 而且還有這個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他這個抗招響的話 可以讓隊友也可以獲得抗招響 但是我覺得抗招響這個能力 在團戰來說 效果並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在團戰說 不太可能有一個玩家 直接全部手動招響 去當招響隊友 去克制對手的一個單位 所以抗招響能力的話 我覺得單挑來說是比較實用一點的 那條盾的話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金罐 還是銀罐 他的城堡呢 可以跟火炮射程一樣遠 所以基本上你要拆條盾的城堡的話 只能用劇情投死機 可能條盾可以變成一個中間的威力 中間插一堆城堡做一個防守的防線 然後再轉出自己的大量游小 去做個針對對手的動作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這個克勞德 我們稱 他叫 人稱雲大 但我們比較熟的玩家都會稱他克勞德 那克勞德呢之前 我本來也要邀請他要來一起拍片的 但是他好像賽事要準備比較忙 所以我一直不太好意思去打擾 因為我本身是不太喜歡打擾其他玩家的 或是選手的 雖然有嘗試邀約過 但是有時候被委婉拒絕 就有點不太好意思在找他們 因為我也知道他們很忙 我自己本身也很忙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大家如果想要看我跟雲大一起播報比賽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就有機會跟雲大一起來播一場精采的賽事 好 那雲大的話他選的是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他最近才在玩 就是用孟加拉人 然後城堡時代蓋70個TC 上帝王時代就會多出140個村民 人口總數可以上到340人口 突破200人口的極限 就是利用遊戲的也不算漏洞 算一個機制吧 因為孟加拉人每生一個時代的文明的時候 黑暗時代城堡時代 黑暗時代封建都會加兩個人口 所以他是利用這個城堡身帝王的關係 讓這個孟加拉人可以突破200人口的限制 那我不確定他會不會在這場比賽使用 因為這個招式是最近國家被有一些玩家們 有一些選手們在使用的 那我不確定雲大會不會採用這個方法 那雲大選擇孟加拉的話 特色是這個大象部分 工程戰象特別強勢之外呢 他的這個相公也是蠻厲害的 最主要有這個派科技 可以增加這個攻擊速度 那孟加拉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僧侶戰也蠻不錯的 僧侶本身就有三房 也是一個選擇 那我比較喜歡孟加拉的就是 相公的部分 其他的東西我都覺得沒有特別強勢 那我們就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這位 這個是越南 越南的話最大特色是 可以把隊友的戰毛兵變成帝王戰毛 所有的隊友都可以使用帝王戰毛 那帝王戰毛一個特色就是 他會比一般的戰毛多一攻 傷害特別高 而且遠防好像比較高一點吧 印象都是這樣子 那本身越南的話 射箭場單位血量也比較多一點 像這個弓兵啊戰毛兵 血量都很多 所以不太容易 被這個一發頭的車擊倒 除非對方有升級中頭或重頭 才有可能一發打倒 那基本上青頭的話 不太容易可以解決弓兵 那越南這個文明 在樹木多的地方的話 也是稍微有點小小優勢的 因為他這個紫幣技術 可以挖伐木的時候 獲得黃金 大約20個村民 可以拿到一個聖物的黃金的採集 漂亮 所以這個越南人 算是比較值得 需要注意的一點 可以利用這個後期的優勢 慢慢打 但我不確定 越南人在團戰來說的外加 會不會有效果 因為本身來說 比較像是對手選的波蘭 波蘭這個外加選擇 可能就還不錯 可以利用這個塔弓啊 或者是用城堡 但沒想到這一家 波蘭是選擇了內加 那內加選擇波蘭的話 這感覺就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波蘭內加的話 是比較需要打一個 地出或城堡中期的一個打法 城中的一個打法就是 貴族貼的全運點網 全部全力爆這個騎士 用這個便宜騎士去做一個 資源上打擊 那本身波蘭的話 內加的話只有地出 跟地中 這個時期可以決勝負 打到地後的話 對方有瑕 條盾有瑕來出來的話 可能就沒戲唱了 所以這個是波蘭內加 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 波蘭打外加的 因為波蘭外加的塔弓很強之外 塔弓弓 聰明會回血 而且挖石頭還可以增加黃金量 本身傷到經濟的程度沒有非常到嚴重 所以這個波蘭塔弓弓是比較值得 在這個競技場來使用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緬甸 這個藍色是緬甸 緬甸最大的特色 步兵每升個時代的攻擊都會加1 那最大特色的兵種是他的飛鏢騎兵 攻擊速度特別快 打騎士也很好用 打光兵的話也不錯 因為他最近的改版有這個安息人戰術的加成 遠防也可以加2 所以他的一個抗見識能力也不差 所以這個飛鏢騎兵呢 緬甸人在團戰也是非常強勢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本身伐木又有免費的伐木科技 跟法蘭克一樣 法蘭克是直接免費送農田科技 但是緬甸人是送這個伐木科技的 所以緬甸人來說 並不會有太差的一個經濟 而且前中後期都算是蠻強勢的 我個人也是蠻推薦這個文明 但是他這個文明算是蠻進階的玩法 如果覺得自己已經實力足夠的話 可以挑戰玩一下這個緬甸 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最大特色是 可以把沒羊放在這個魔防裡面 那團戰有個打法就是 隊友讓兩隻羊過來 然後讓這個魔防裡面可以塞到10隻羊 那羊一直在裡面的話 食物就越跳越快 那聽說到了22分鐘以後 就會回本了 所以這個羊的一個模式呢 算是他前期需要注意的點 那曲折羅倫最大的特別是 這個薩地利科技 可以讓所有的軍事單位的食物減免 非常的大 所以他到後期的話 要特別注意他的駱駝 因為他駱駝本身還有25%的攻擊加成 所以到了到後期的話 對方留下可能被壓制住 好我們再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的話是 易索比亞 易索比亞最需要注意他的工兵 工兵射速非常快速 頭子車有這個管放三號的效果 還有火炮也是 所以他的火炮啊 頭車喔 這個打擊範圍喔 是非常廣闊的 有點像是波西米亞的火炮那種感覺 但是他是連頭車都有的 所以這是後期喔 帝王時代之後 易索比亞要對抗他 注意他的頭車 是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雲大 好 雲大這邊搭配 呃 搭配橘色 小宮開局 好 越南人小宮有沒有 42滴血 頭車依法化 砸不死奴賓的 有可能砸不死 有可能還是砸得死 不一定 好 比較不容易死 好 那這邊那家是孟家人喔 孟家人 我們剛有說到 工程戰下 非常的強勢喔 那這個戰下呢 還有這個抗招牆的效果 因為孟家人本身有抗招牆之外呢 對抗長槍兵的效果也不錯 而外傷害的傷害會減少25%喔 所以長槍兵戳這些戰象 其實傷害並不是非常高 好 但是對方的反應非常快速 馬上就出了一台頭車做防守 但頭車其實打擊感還不錯 好 直接打這些戰象打到殘血了 好 那這邊 雲大喔 可以考慮在後方喔 再蓋一個 修道院喔 可以比較好 欸這邊 關鍵 拉了一隻大象去頂對方的頭車 頭車直接被點掉 後方還有工兵繼續輸出 這邊殺到非常多的單位喔 12345 五村 後面還撿到了一隻生女 好 那後面有沒有補這個修道院呢 喔有 普愧是雲大喔 對於這個打法非常了解 那待會生女過來之後 這些大象喔可以用生女補血喔 還不用村民去修理 這就是比衝車好用的地方 而且長長兵對於解這些裝甲戰象也不太容易喔 好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打出點東西 看起來後方工兵給的壓力很大 基本上 這個橘射 只要在這邊喔 原地按D站崗就可以一直射了 基本上不用動也沒關係了 這邊村民一出來 OK 後面兩個BK在開始造頭車 但是這邊攻擊的速度太快了 頭車其實 唉唷 後面直接一個反丟 雲大這個非常精銳喔 直接把對手的頭車給砸爛了 這邊工兵一進來直接毀天滅地 沒有人可以防守 但是第二台頭車要出來 這邊要值得注意看一下 掌個一發 喔 B陣 環境速度非常快速 那我沒記錯的話 這位A開頭的橘色玩家 應該是小夜夜吧 應該是吧 很久沒有去看小夜夜的台了 因為我很少在開Twitch了 已經快一年沒開了吧 開實況了 好 這邊村民直接氣到想用懸套來扁人 但是沒有辦法可以逃離 雲大跟小夜的魔爪 好 但這邊 欸對手怎麼開了一個洞進來了 欸這邊是跟著村民進來了嗎 怎麼會有 東西跑進來了 應該是這樣子喔 好 那藍色已經快到沒有呼吸了喔 這個大象一直頂 殘血的大象在後面補血 繼續拆建築物 蠻血的大象就往前推進 那小夜夜其實自己也沒上經濟喔 因為他這邊工兵是指出了一個單射箭場喔 單射箭場慢慢出奴兵 慢慢推進喔 同時不會傷到自己大量經濟之外呢 他可以做出一個主線攻擊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團隊搭配的一個好 就有這種效果出現了 哇 這邊想要逃離 能逃掉嗎 哇 藍色的村民應該是要全部被滅掉啦 這裡只剩下最後七隻村民 哇 左上角村民術只剩下七 好 跑出來 這邊想要四散而逃 但是有機會可以逃離小夜夜的摩札里嗎 小夜夜直接分了兩隊 下方拖奴兵往下走 上方走了兩隻 好 這邊直接收掉 最後的幾隻村民 左邊還有兩隻村民要再去收掉嗎 怎麼敢進殺絕的嗎 雲大這邊使用生女加上大象 效果非常好 好 村民直接拿拳套開扁 受不了了 雲大跟小夜夜的combo太猛 最後中了收掉一隻奴兵 藍色已經宣告滅國了 沒有TC了 沒有TC就不會有 這居然還藏了兩隻村民欸 欸 這邊藏的還不錯 但不知道小夜會不會發現 好 那波蘭的話是專注在農的 那波蘭最大特色是在這個大裝備旁邊 撒田的話可以農田一蓋好之後呢 就可以立即收成10%的食物 所以波蘭的話有時候它這個地出可以一打二的文明 但這個一打二要成立的話 前線要蓋了三個BK喔 三BK一個升級衝車 然後後面再補下更多衝車喔 直接衝撞人家喔 才有機會可以拿下一打二的一個效果 好 這邊村民最後一隻 藍色看起來涼了 這邊秀一下操作嗎 秀不了 直接滅國 村民直接歸臉 好 台灣A隊實力管是我們台灣最強的喔 這時候波蘭想用輕騎兵去攻擊僧侶 僧侶第一時間我去攻擊 但是這邊工兵數量其實蠻多了 這邊還是有招搶到一隻輕騎兵 這邊戰相直接回頭打一下 但是工兵數量其實很多 好 好 還是只能撤退喔 那待會小夜夜這邊要不要繼續照鏡也是個問題喔 但我覺得雲大他們這邊就繼續往前送吧 把這一坨兵送掉也比較好 可以拖延到波蘭這邊龍的速度 然後也可以拖延一些敵人喔 到家裡進攻的一個時間點喔 因為畢竟這邊時間在拖下去喔 小夜夜跟雲大也差不多也快到帝王時代了 其實也沒那麼擔心一個經濟上會輸的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台灣隊 首先上到帝王時代的是我們的天空熊喔 天空熊打的一個是穩農的一個打法 那他的那一家呢是黃色條盾人喔 條盾人這目前還沒有做一個太大的一個進攻方向 那沒意外的話他這邊是要走步兵路線了嗎 還是要來出長槍兵喔 看起來要出槍兵喔 再升級了 因為這個時間點喔 通常會防下對方的遊俠 做一個直接潛壓的動作 那直接出長槍兵的話 條盾長槍兵的話防禦也是很高的喔 打這些遊俠的話其實效果也是不錯的 這邊小夜夜依舊還在享用秀操作 把這個攻兵躲在大象中間裡 大象實在是沒辦法 應該是不敵這些馬了 這些馬應該可以把這些戰象給全部收拾掉 好 那小夜夜打得很不錯 這邊該送的兵都送完了 那這邊小夜夜跟雲大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喔 就是專心農 農到地龍時代 接下來的局面就是四打三樓 台灣隊四個 三個波士尼亞隊伍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這樣感覺這場台灣已經勝眷在握了 應該是這樣的喔 應該是啦 好 希望不要插起啊 那目前天空熊的打法喔 算是比較正常的 打這個馬來強奴開局 比較適合 強奴的話算是一個中間攻堅部隊喔 雖然可能會害怕對方的遊俠 但是條盾隊友 那一家都開始出長槍兵喔 可以來針對這個遊俠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天空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而且待會還可以再轉這個免費的鬆手劍兵 這邊弓箭的速度其實蠻快的喔 三台巨頭已經開拆了 這邊不知道能不能修回來 後面努力再修 天空熊待會應該要來轉一下強奴了 強奴還沒有升級 火爆炸一下 兩邊秀一下 但天空熊這邊有點小失誤喔 雖然城堡砸掉了 這邊要利用弓兵去直接前面射射嗎 我喝一下水一下 講的有點渴 那這邊對手果然內加是出了駱駝 那驅舊羅倫的駱駝 我們剛剛有講到 有這個25%的攻擊加成喔 但是這個只有針對對方的馬的單位喔 還有大象這種騎乘單位才會有額外傷害喔 欸好像對弓兵也有 弓兵也算喔 對他弓兵也算 好但是內加的條盾 這個級兵傷害很高 但是級兵有點被青級兵勾引走了 前線重要的巨型頭實際沒有防守住 有點尷尬 哇黃色這邊應該也不能說他沒控好 能算沒控好嗎 有點算吧 被牽制住了 第一時間沒有把級兵放在這個巨頭下 讓對手有點喘息的空間 可以再慢慢農出自己的軍隊出來 那伊索比亞這邊走的是 走這個彎刀勇士嗎 我覺得走彎刀他絕對不OK的喔 因為這邊有強弩在的關係 其實不太好打 欸這邊點掉了一台火炮 賺了 OK天空熊這一波點射非常漂亮 那這邊級兵的一個重點是要來保護投石器喔 還有這邊強弩被印上的一個狀況 所以最好是隊友條盾喔 要趕快把這個軍營喔 往前蓋喔 這樣值典輸才會快 不然就是要自己趕快轉出遊俠 或者是投石車喔 去印砸對方的攻兵路線喔 好那這邊大量的駱駝直接上了硬砍 看起來打強弩是有偶外傷害的耶 喔很痛耶 OK看起來強弩第一時間去射後面的駱駝 我想要來保住這些火炮 那火炮看起來還是不妙 哇結果這邊 條盾級兵這時候才上來 第二台火炮也要掉了嗎 好這個 喔差一點喔 這個火炮最後要去存活下來了 那個級兵真的不能亂跑阿 要趕快去保護天空熊的強弩會比較好 不然天空熊很容易就直接被印上了 條盾這邊可能覺得說 自己的城堡 天空熊的城堡也在 自己的城堡也在 對手應該不會印上 所以級兵一直沒有貼著強弩走 好這時候終於合體了 強弩加上級兵的一個前壓 那這時候 條盾喔 就會影響力非常大囉 這邊級兵的進防非常的厚 這邊馬打這些級兵效果非常的差 跟我們抓癢一下 哇 級兵遠防是5 喔進防是5阿 駱駝是7加1只有8攻 打一下級兵只會扣3滴 哈哈哈哈 落魄跟殺騎馬直接被吃掉 哇 很慘 直接滅果 比索比亞直接 硬生生的被連根拔起 但是後方這邊 波蘭用了開始 波蘭一騎兵大落馬 開始做騷擾 這邊級兵數量可能有點不太夠了 但強弩還在後方再做一個輸出 級兵的效果防守還是很棒 對方已經開始轉出自己的環刃頭之手 環刃頭之手的話 是一個人型奴炮的概念 在之前的版本 他的奴炮串燒效果 會隨著單位去遞減這個傷害 但這次改版之後 他的傷害不會再遞減 所以是可以直接串燒 效果非常的強勢 我覺得這是一個buff效果 那事實證明 我在預測版本前 我就說這個版本是 征服屈著羅倫吧 結果不出其朗 大家也覺得這個征服之後 改版之後 征服屈著羅倫這個串燒效果又更強 但征服屈著羅倫的環刃頭之手 最大的問題是要很多城堡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數量夠多 這個效果才會好 因為他本身會減少異攻 他的異攻有被減少掉 變成3加2而已 但征服屈著羅倫是沒有3攻的 所以攻擊力會稍微偏低 所以一定要靠這個數量 多的話才可以用這個串燒效果才會明顯 而且征服屈著羅倫的話 這個單位很怕強弩 所以目前天空手的單位 是可以克制住對手的一個 反刃頭之手的一個狀況 好那目前我覺得 波斯尼亞 這邊要打贏強弩跟吉兵的一個聯合打擊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先邊轉馬的話 絕對被戳爆 轉戰矛的話 雖然可以打強弩跟吉兵 但是數量也要夠多 但是 伊索比亞這邊經濟其實很慘 要轉出大量的戰矛是不可能 那如果是由這個 屈著羅倫來轉戰矛的話 那就更不用打了 因為沒有一個攻堅的部隊 正面還是會被打爛 好這邊 條盾的 工程器出來了 那條盾有這個金罐 鋼鐵甲 可以增加投磁器的 裝這些工程器的防禦力 這個防禦力非常高 0加4 8加0 所以這個投磁器又更難慘了一點 這時候對手呢 打出了GG 波羅藍下方 沒辦法頂住 雲大 跟小夜夜的一個聯合攻擊 直接把對手給頂翻了 大象聯合 相攻 欸果然是相攻 孟佳就是要出相攻啊 沒辦法幹嘛 對不對 好那小夜這邊 越南也是選擇大象 那值得一提也是喔 越南大象血量可以高達420 力小 比192有小 還要再多一倍的血量 哇小夜夜跟雲大 果然是實力型選手 經濟果然非常好 沒什麼問題啊 那我覺得天空熊這邊 打得有點太輕鬆了 實力上好像真的是 有點差距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 下面啦 小夜夜跟雲大的一個戰術 打得非常好 所以導致在場上沒什麼壓力 因為初期就可以知道是 三打四的一個情況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好那我們就來看第二場 台灣國家盃A隊的一個賽事喔 那這次國家盃台灣A隊 來到了第二場賽事 那剛剛第一場是由台灣A隊拿下了勝利 那波士尼亞不知道在這場比賽 能不能拿到第二場的一個優勢呢 或者是拿下他們的第一勝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橘色喔 橘色是日本人 日本人是我們的台灣高手Sorakuma 也是這次國家盃的一個影片喔 的一個RP紀錄檔的一個指導者 因為我問他說有沒有可以找到台灣國家盃的一個影片啊 台灣天空熊一直都是很熱心的一位世界帝國玩家 他也會教很多玩家們的一個練習方法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去他的實況 支持一下天空熊 有任何世紀帝國問題的話也可以問他 因為他也是非常資深的玩家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天空熊選擇的文明 天空熊選擇的是日本喔 日本在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這張圖喔 這張圖中間是有點像是這個韜金草一樣 有大量黃金 那周圍呢都是四邊都是有這個大魚群可以吃的喔 有點像四虎一樣的概念喔 那天空熊選這張圖的話 可能是想要來捕魚喔 增加這個捕魚優勢 因為日本的捕魚速度是最快的 那大概就是他的採礦營地跟伐木場 這些經濟的建設喔 都是半價的 所以在前期可以省下大量木頭 可以提早去蓋下自己的魚碼頭喔 然後去出這個魚船喔 這算是日本喔 可以在前期做到的一個優勢 那日本這個文明喔 最大特色也是他的步兵喔 步兵攻擊速度是最快的 擊兵攻速加33%喔 日本武士也是喔 這個劍勇也是 所以日本呢本身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弱點喔 而且他也可以打強奴 那馬攻路線也可以玩 那他比較弱的話就只有馬而已喔 馬的話就跟一般步兵果一樣 馬都不會太強 那我覺得日本來說我還是蠻喜歡的喔 但是他上手難度也是很高的一個文明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欸隊友是紫色 欸紫色的是Doragon 那Doragon是我們的小恐龍喔 在twitch上名稱叫小恐龍 那之前我也想要請他拍片喔 但他那天有點身體不適喔 所以也沒有拍成 過了很久之後我也不知道該不該找他來拍片喔 雖然他跟我說他很閒喔 但是 感覺他現在跟MBL在一起 我不太確定他真的有沒有時間可以跟我一起拍片喔 如果小恐龍有看到這一部影片的話 也歡迎小恐龍來跟我聯絡一下 因為我主動去打我人家我會不好意思喔 好 那小恐龍的影片的話 啊不是影片啊 文明是這個伯伯仁喔 伯伯仁的話最大特色是這個村民啟動速度喔 有增加10%喔 所以一開始跑的速度就很快囉 所以大概前期的一個資源採集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 中後期的話喔 這個效果會更明顯喔 好 這邊小恐龍直接拉了一支柱 那伯伯仁的話 團戰可以打這個弱弓喔 弱弓或者是 駱駝騎士喔 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馬就有這個15%減免的費用 所以打這個輕騎逼娜 或者是 馬就單位喔 都可以了 都可以 那主要還是會打弱弓喔 因為弱弓 傷害實在太高了 而且對方出馬弓的話 還可以相當克制住喔 對面還有匈奴跟蒙古 哇 那伯伯多拉拱 選的這個文明就選得非常好 那他不會出 不會出騎士了 他絕對是出弱弓的啦 好 那伯伯特色的話 大致上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這個波斯喔 波斯這個文明最特色的是 他的TC喔 運轉速度是全有性命最快的 也就是說 村民的生產速度是最快的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工兵呢 只要研發波斯工兵之後 他的工兵全部不需要黃金喔 只需要耗費木頭就可以了 那波斯工兵的話 算是後期比較常用的波斯戰士喔 那波斯這個文明很特別喔 他有遊俠之外喔 還有駱駝 所以他算是一個 單挑也蠻適合的文明 團戰也OK喔 所以我覺得波斯也是我心目中 首選的Top10以內的文明喔 那波斯在團戰來說的話 他的柔軟性比較高 打外教的話可以打工兵 但是上到帝龍時代的話 一定要轉到這個遊俠出來會比較好 好不然自己只靠這個波斯工兵的話 其實會很難打贏對方強弩 那在外教的部分來說 他算是比較也能扛的喔 冤警技來說其實還算不錯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喔 啊順帶一提喔 這個波斯捕魚 也有點小小優勢阿 就是他的碼頭運作效速度也是蠻快的 所以他產魚船速度會比對手快一點點喔 你看對方只有兩艘船 他已經四艘了 但也是因為這個黃色喔 玩得好 這個經濟配置也不錯喔 所以才出的比較早一點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隊友 下一個隊友是 什麼顏色呢 紅色喔 紅色是小夜夜喔 應該是小夜夜吧 沒記錯的話這個albis 應該是小夜夜 那小夜夜的話應該也不用多做解釋喔 那是我們之前的知名的 英雄聯盟的一個職業玩家喔 那他現在有點轉戰為世紀帝國 還有一般實況主的一個路線 那我本身也是蠻看好他的喔 因為以前在跟chip一起玩的時候 就有看到小夜夜喔 chip也說小夜夜 是領悟很快的一位單挑型玩家 那我覺得他不只是單挑 他連團戰都很有意思喔 真不愧是職業選手 非常的厲害 對於遊戲的敏銳度 觀察的非常細緻喔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小夜夜選的文明喔 他選的是這個 這個叫是 欸 團隊可以叫什麼 敗戰庭人啊 敗戰庭 敗戰庭人最大特色喔 是這個駱駝 矛兵跟長槍兵喔 都有這個費用減免的一個效果 所以打垃圾兵的話 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到了後期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轉這個 敗戰庭聖騎兵喔 不然就是打一個樹地的 樹地升級的一個打法 因為敗戰庭的話 帝王時代 這個升級的價格非常便宜 他很適合打單TC 射箭場一波 強弩帶走對手 那就不知道 小夜會不會打這個戰術了 這邊殘血村民 不能過去 這邊藍色是不點小失誤 在砍房子 這邊稍存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波士尼亞隊的一個文明選擇 這邊選的是蒙古 蒙古外交的話 前期要特別小心對手 有這個工兵經濟加成的文明 像是瑪雅 或者是捕獵甸 或者是伊索比亞 這些的文明 這些工兵都特意強的文明 因為本身蒙古的話 他的步攻不強 但封建時代只能打步攻 那這張地圖的話 有點像是阿拉伯 所以有些玩家 可能會選擇22匹小弓 雙射箭場的開局方式 但是如果你看蒙古 跟著對方打22匹小弓的話 就會有個問題 他很容易產能上會輸給對手 可能會經濟沒那麼好 然後導致自己的工兵量 略輸一些 或是上一級色的時候速度不夠快 導致自己戰線全面崩潰的一個問題 那比較推薦 蒙古的這邊打法是 跪著打比較好 等到上到帝王時代或城堡時代之後 他的一個威懾力 才會顯現出來 好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匈奴人 匈奴人其實跟蒙古一樣 蒙古他的一個特色是馬功 但匈奴也是 但匈奴的馬功特色是價格很便宜 帝王時代有八字 那匈奴的話還有一個特色是不需要蓋房子 所以他前期省下木頭可以多出漁船 好漁船就可以一直出一直爽 那同時也可以撒天 轉換其他經濟都沒問題 那我覺得匈奴到了後期其實並沒有很強 但我不確定他在團戰的表現感覺是如何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立陶宛 那立陶宛他的最大的特色是這個獵提斯 獵提斯只要每撿一個聖物呢 獵提斯跟騎士的傷害都會增加一攻的一個效果 那本身撿這些遺跡啊聖物是一個重點 所以要如何撿到這些聖物也是非常困難一件事情 尤其是團戰喔團戰更難拿了 好那除此之外他的槍兵跟毛兵移動速度也很快 那就可以考慮一下不要打這個毛兵槍兵壓制聖物的一個打法 好這邊天空熊居然在開搞對方的一個魚池啊 直接蓋了一個碼頭在對手家裡開始在燒對方的魚船 然後逼對手出魚船跟對方對抗 那這邊立陶宛的經濟可能會比較差一點喔 因為這裡的海岸線喔被騷擾了沒辦法爽爽捕魚 所以立陶宛成形的時間可能會更晚一點喔 好天空熊這邊裝甲塔 不是裝甲塔 裝甲步兵的潛壓感覺做到點事情了 瑪雅這邊第一時間居然還沒有趕快出道攻兵 軍銀還在蓋 這邊似乎有點被騷擾到的感覺了喔 哇這邊天空熊不知道前期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把對手打的半死不殘了 好後方這邊還是有這個蘇拉庫瑪的射箭場在這裡喔 這邊可以直接前線補弓兵 那後方立陶宛這邊已經沒辦法打一個直層快攻了 被迫出了一堆刺猴來防守 那隊友已經快沒有呼吸的情況下 這邊要兩家幹一家的話 那這樣對小恐龍來說會比較輕鬆喔 小恐龍就可以專心喔 那天空熊這邊前期一直瘋狂燒喔 那瑪雅這邊好像打的有點慘 怎麼射箭場還沒放下來 我覺得怪怪的 這個灰色怪怪的 正常來說應該有雙射箭場喔 像蒙古這樣子 好看一下左邊戰場 左邊戰場這邊蒙古出的小弓蠻多的 這是標準的22匹的小弓出產的弓量 工兵數量應該就是要這樣子喔 好但拜登艇這邊工兵有在出嗎 還是要直接圍死呢 好看起來是圍死路線欸 哇這可能是單TC植樹地王喔 這個戰術挺像的 那這邊防守來說要特別小心一點喔 因為這邊可能是一隻兵都不出喔 一定要靠村民喔去做一個完全的防守 好那這邊天空熊 兵開始往立陶宛家裡逼近 這邊立陶宛被迫防守 按下非常多的建築物 這邊想要做個包夾 天空熊直接把前線的兵往回拉 對手也只能往後撤退 好工兵再繼續往前 可以一直往前的話立陶宛的壓力就很大 勢必要花更多的木頭跟村民喔 去蓋建築物做防守 所以導致目前下方喔 其實我覺得下方很經營的 因為小恐龍現在現在只要爽爽的喔 不用做任何事情 一到城堡時代按幾隻騎士去騷擾 打個雙線 家裡繼續農然後騎士開始砍 但其實小恐龍下面也遇到一個問題喔 這個瑪雅也是出了船去騷擾 所以導致瑪雅前期喔 沒有小工可以做 但這邊很明顯是一個實力差距的感覺喔 原來小恐龍本身在防守之外呢 天空熊也是出工兵喔 也是出碼頭在騷擾對手 但是天空熊卻可以做到三裝甲 加上工兵跟常用兵的前壓 然後加上碼頭繼續騷對手的一個漁船 還騷贏了 哇這個就是真的是實力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喔 才會打出這樣的結果 那瑪雅呢這邊是去騷擾對方的漁船 就已經是誰擺了 已經是精疲力盡了 沒有其他漁力可以去顧陸地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導致瑪雅這邊海上打輸之外 路上也打輸喔 基本上是全盤皆輸的一個狀況 那天空熊這邊也沒有非常躁進喔 這邊一直用步兵去做一個前壓 給對手壓力的動作 那這邊立陶宛確實也感受到壓力喔 出了一堆肉馬去做反制 但說不知這已經就是陷入了天空熊的一個陷阱 天空熊這樣做的用意喔 就是要被迫內加出兵防守 但是如果內加不理他的話 直接直撐喔 出騎士來解的話其實更好的喔 我覺得立陶宛有點... 初步...有點誤判這個局勢的感覺喔 所以導致他現在上層時間非常的晚喔 你看封建時代了 還沒有點下這個城堡時代的升級 才剛點而已 中午點下...欸這是天空熊耶 這邊才剛點青色 才剛點城堡而已 所以這邊被拖的時間有點久 天空熊也已經上城堡了 結果內加重責大任 結果現在才點 哇...不妙啊...波士尼亞...我覺得量一半了 右邊這邊... 小夜夜還是出了一些弓兵做一個防守 但是弓兵怎麼慘的這麼快啊 還是他騎士有慘弓兵我沒看到而已 好...蒙古也是出弓兵 但數量上明顯小夜夜是多對手一點點的 但對手...匈奴這邊也是轉出了自己騎士喔 那順帶一提喔 匈奴除了出馬弓之外也可以出遊俠 本身遊俠也是科技全滿的 那加里波士的話我們剛剛提到 波士是擁有遊俠跟洛土的文明 所以這邊出洛土反制對手就很輕鬆 彈性就更大了一點 波士打那一下也OK 我剛剛一直以為波士是外加啦 我想說波士外加到後期打強奴會很慘 搞錯了搞錯了 我想說奇怪波士選外加有點怪怪的 只能打到城堡時代而已 好 那這邊直接被對手一個聯動 這邊蒙古加上匈奴 直接壓制了波士開TC的意圖 這邊TC開不起來有點傷 但這邊弓兵也不能冒然出來喔 小葉這邊出來的話可能也會被對手包夾 所以現在最好是不要出來 然後搭配對手家裡自己的騎士喔 內加騎士一起去上前前壓會比較好 這邊有這個成本那可以 那這邊工兵就可以出來了 因為這邊內加波士可以即時去支援這坨工兵的 因為你最害怕的是打團戰喔 兩家的兵喔被各個擊破 是很傷的一件事情喔 這邊直接 射程很遠高地射射 天空雄這邊轉出了常見兵的升級 要來轉步兵爆了嗎 中邊這邊大戰 蒙古的兵被追殺 匈奴的兵也在往前 但這邊顏色有點怪怪的 怎麼還有紫色的 紫色是誰 小恐龍的騎士也過來了 哇小恐龍直接支援中間大戰 天空雄右邊一個人搞兩個 哇天空雄真的很勇耶 一打二 然後小恐龍還可以這樣自由自帶 在中間開TC 然後來中間搶金礦 打出了很多的一個優勢出來 小恐龍這邊支援很即時到位 確實中間這邊搶下來 到了後期就沒有後顧之誘了 天空雄還在對方家裡 開始轉出大量的 劍兵跟長王兵 當哥德爾再打了 打一個步兵爆 那如果是日本打步兵爆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資源來說會比較慘一點 而且他這個打法的話 有點算是單TC爆步兵 所以其實步兵的數量不會很誇張 但是可以一直去騷擾對手 但是要特別小心 麥亞轉出攻兵之後 這個步兵爆可能會被擋下來 所以這邊我覺得天空雄的意圖 只是單純在拖遠對手時間 那這面的話主戰場 他是認為要交給小恐龍 還有小夜夜 還有其他 這個紅色是 這個 這個誰 黃色玩家 一起來做中間的爭奪 那確實台灣隊的一個戰術 搭配還蠻到位的 他們想要的劇本 都已經打出來了 那這邊步兵一樣在騷擾 騷擾那一家立陶宛這邊 但是這邊 瑪雅也轉出了自己頭側 開始把自己該出的東西也出出來 瑪雅在中間也有蓋個TC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收穿 直接被砍個一波 村民損失掉了一些 哇 村民全部死去 來不及收穿 瑪雅這邊 雪上加霜 家裡就已經很慘了 然後結果外面TC又要被小恐龍直接端掉 好 但是瑪雅中部出了弓兵喔 這就是我們說的 天空熊如果要打弓兵路線的話 就要注意對方的弓兵 但對手瑪雅似乎好像沒有在空啊 怎麼送光光了 這個跟我看到的弓兵跟步兵的劇本不太一樣 弓兵直接占A 好 看一下明顯 波士尼亞隊伍 這邊隊友選擇 可能沒有太多高手的感覺 高手部分 可能還需要加強 那我們台灣隊明顯實力 兵量 全部的軍事能力 都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連村民術也是大幅領先 領先70寸 好 那這邊小葉果然是選擇一個 敗戰蹄帝王 單TC 術帝王跳 這就是團戰敗戰蹄帝最常見的一個戰術 單挑來說也是有 但是 依其況而異 有時候搶有時候很爛 那 半戰提這個 跳上去的打法 其實蠻猛的 因為你一定是第一個上帝王時代的 除非你有什麼馬來對手之類的 不然基本上 對手有強弩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唉唷不小心按到顏色了 糟糕 趕快把顏色改回來 小恐龍剛剛是什麼顏色 紫色 喔 改回來了 OK 這個關在魔鬼區最害怕就是按到顏色 好 這邊蒙古繼續再出弓兵 那出弓兵的結果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蒙古本身有這個弓兵 弓速加成喔 但是 只有馬弓部分 馬弓有弓速加成 但是弓兵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打出特色能力的話 我覺得很難打贏 那如果現在打馬弓的話 也不太好打贏目前小葉這顆強弩 因為本身馬弓是有點被布弓給克制住的 好 這邊長弩給的壓力很大 封兵還在出 但是對手這邊已經打出了GG 這邊琴亞打得很完美 小恐龍第二波的騎兵也在下面進行個攻擊 哇 天空熊直接一個人牽制住兩國 打得非常精銳 這邊魚居然還被天空熊給搶下來了 你們感覺好像天空熊好像沒做事 但我覺得這場的VIP是天空熊 天空熊一次搞兩個真的太扯了 當然也是小葉葉這邊防守也是做得很好 這邊小葉葉防守之後轉弩兵 然後打這個強弩 這個路線也是相當完美 但是還有上大石牆 這個都是細節 因為本身很多人想要打這個地跳 但是很容易就是忘記要補這個石牆 或者是補這個房子在木牆旁邊 很容易被打出一個洞來 這個戰術很容易就不成立了 那我覺得這一場大家細節都有做到 這個台灣隊打的確實不錯 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手這邊 感覺策略上不太明確 馬來亞外加去對方家裡燒魚船 這個我能理解 但是家裡直接被BBQ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 沒有馬上轉出工兵或者是毛兵去家裡防守 如果海上人不行的話就不要勉強 然後這個一勉強下來的話 直接前線就打不贏了 會有這個問題 你要馬上果斷的去停損 去知道哪邊是重要的地方 要先去做防守 那騷擾這件事情是歧視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台灣的 國家盃台灣A隊的一個比賽 那之後我們也希望台灣A隊 也可以打上全世界前四牆 甚至拿到冠軍 這是我比較期待的一件事情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那也記得幫我 幫我按個讚 然後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